小童玩具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新生代奥特曼里谁最厉害 我觉得奥特曼里不厉害 武器很重要 据说这里面全是新生代奥特曼的终极武器 个个都能毁天灭地呢 所以究竟谁最强呢 咱们打开看看 哇塞 是赤眼剑 这个是他家奥特曼的最强形态 三重斯特利姆的终极武器 可以融合三枚奥特曼的能量 所以到底是有多强呢 咱们召唤试试 很遗憾 哇塞 就这么刷刷三两架就解决了一个怪兽 不愧是最强武器啊 就是不知道跟后面的比 到底哪个更厉害 那咱们继续开箱 哇 被练黄昏 拥有本大爷 你想要做什么 让我想想 那当然是变成奥特曼去打怪兽了 有趣那就看成他吧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怎么呀 打得这么半天 怪兽竟然好发不声 说好的最强武器呢 这也太菜了吧 哼 还是换一个吧 我的天呀 是杰德升华器 用他发出的终极半月斩 可是能斩钻一切邪恶 要不我给大家表演一个 看 这 虽然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也没有一招之敌呀 那不行 还下一个 嘿 这个我知道 这个好像是欧布原剧 不过咋看他打像盗版呀 这么小能打败怪兽 不如咱们试试 哇塞 这是真的 让他直接躺起来 我们继续开箱 诶 嗨 这个我知道 是罗布光纶 不过这个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要不咱们试试 兄弟之力 罗布光纶 什么 罗布光纶 这人没有打败怪兽 小伙伴们 我要去找其他的奥特曼帮忙了 记得给我点赞订阅哦 那我就先走一步啦 拜拜 拜拜